接下来创建一个圆形的绿柱 用圆柱体创建 收入它的按键 收入它的高度 接下来再创建一个圆柱体 修改它的半径 修改它的半径 修改它的高度 修改它 修改它 现在在左手头创建一个横链 修改它的半径 在顶射中将它的角度做一下调整 前半径 对它的长度 在这一样的条件 高度分为五段 将它做一个景象复制 选择以后再向上挥制 最后一番删掉 选择这几个原路器 继续向上挥制 选择以后再向上挥制 就现在选择一个下面的柱子 在定时图上 将它旋转复制一番 选择复制 然后增加它的高度 在定时图上挥制 让它与上面的楼的主体部分相切 在定时图上挥制 分为九段 接下来在上面加一个修改器 编辑左边鞋 选择中间的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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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中间还给它的上面增加它的片段 高度分段 选择中间的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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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化为可编辑的微信 然后 特别加链接 调整它的距离 将它单独显示 提出它的高度 推动链接 然后 改变它的高度 同样 在这边链接 然后滑动 选择面 吸收它的高度 将上面的点 写用目标点 按键 再点同样 换键 选择这个点 然后选择 换键的地方 选择上面的面 来用刀架 来用刀架 我们能够 收入 также 用刀枢架 这个点 是 这个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让它大小做一下调整 选择指甲,将它的角度做一下调整 让它与主炉外面一色的墙平行 然后将它的角度做一下调整 选择这个调整 然后将它向前一旦一旦距离 将它选中以后 在电视头中选择镜像复制 在电视头中选择 选择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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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复制 这上面指甲和横梁还做一下调整 选择横梁 选择横梁 写方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接下来选择一个横凉 将它复制一番 按照视频先图动 然后旋转 然后进入它的圆柱级级别 将它的高度 再调节一下它的角度 在紧实图上 再调节一下它的角度 调节它的高度 调节完毕以后 将它按照进行方向复制 就现在选择逢之后的结果 向上复制 我们下期待的肯定 在画面里的肯定 一样的肯定 在整个肯定 至此为止房屋的整体已经制作完了 我们接下来将它整个群组一次 然后在它上面加一个修改器 然后在它的基础上添加一个修改器 添加一个有趣的修改器 这种大楼的模型我们就制作完毕了 感谢观看